那首先是LiveTable 然後大家有看到這個網站這樣的情況 有 好那這個是我們現在大概這樣的一個進度 那首先是我們可以做登錄 然後那登錄了以後 就可以進到我的最愛的一個情況 那大家可以看到是我的最愛它本身就是有implement 就是說像是有這種分隔線 或是它的新的目錄這樣一個情況 那所以就是 那就是說會跟現有的就是 這個版本的官方的PE網站會有 就是不一樣大概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另外就是我們也可以就是 去點進去然後裡面看各個看板的情形 然後大概會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也可以做search 那像在那個棒球版的話 那找韓國 那就可以找到那個 是中華隊贏韓國的事情 那如果說是那個 那個在八卦版然後去找韓國的話 那大概是會找到那個 那個韓國的事情 大概是一個這樣的狀況 然後那另外我們就是 還有就是有做好那個 色彩跟控制買的情況 那這是我們從 就是PE上找找一個換例 然後可以就是呈現各種顏色 那像是這種這種散文 或是這種一致雙色的 那其實都有都可以做出來的 這個情況 那這大概是我們目前的一個 進度的情形 然後那就是介紹一下這個PE 大家大家都知道PE的一個情況 那它可能就是一個非營利站檔 然後那就是跟 就是一般產業上也很不一樣 就是它原本不會收集那個用戶的資訊 然後我們來給廣告商 然後並且我們是一個學術中立的 然後我們就是遇到是說開發領域的不足 那所以會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幫忙 就是來一起改3PE的一個情況 然後那 我們就是有還有那個Mobile的界面 那我們那剛剛DEMO是一個未來的界面 那我們它有Mobile的界面 然後那我們就會希望就是各種 我們採透人口來幫忙 那歡迎到那個GeneV裡面的 Slack的PE題面來跟我們聯絡 好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老師的分享 那下一個專門我們請